哪里来的水族 赶来我大荒山撒野 高空中 一席黑色长袍 气质冷艳妖祖胡岳站在路上众妖前方 望着对面水族海妖冷声喝道 声音之大 瞬间以胡岳为中心 传遍半空 地下 周围四面八方 让高空下方 遍布山林 密密麻麻的小妖立刻士气高昂 纵声欢呼起来 这气息 高空对面 哗哗浪涛声不断 一片蓝色水浪之上 身披金色全身威武盔甲 面色威严中年男子白肩看着远处冲天妖气 感受着对面围守那女妖的庞大气息 不由沉声开口 随即看向身旁身形修长 肤白女子道 女儿 你不是言 杀你夫君 杀我小婿那妖怪 不过妖王之境吗 为何那女妖 仅外露气息实力之强 就是你爹我也不敢大意 听到父亲的话 大荒山曾经的三大王黑狗腰白面之妻美姬面色不由一变 马上道 当初夫君传话于我就是如此 当时为了珍珍 女儿走得太急 没能亲眼见到杀害夫君凶手 不过事后听到那凶手传话 说他是大荒山什么山主 我听那声音 似乎凶手是男生 凶手是男子 那眼前那女妖又是谁 还有这地方 你确定没带错地方 美姬连忙道 没找错 女儿在这里生活了数年 定不会找错 至于那女妖 女儿从没听夫君提过 实在不知 都督 这时 白肩身旁 一味人行人身 个头不高 眼睛硕大老者突然开口道 都督有所不知 这岸上妖怪 不同于我们北海水族 皆是龙王麾下之臣 这路上妖怪众多 争夺更加激烈 要想占据一方领地 除非自身实力足够强 比如强如大大都督这般 否则 绝大多数需要找更强大妖怪的庇护 以上工方式换取大妖怪的保护 我观这片蛮荒之地灵气充裕 如此之地 争夺定然激烈 我看小公主没有戴错的 那女妖或许只是这一片山脉领地的庇护之妖 那凶手也许就在其中 我们为报仇而来 未必就需要与那女妖直接相争 作为军师的龟妖开口缓缓说道 白肩迅速就明白了过来 随即看向前方众妖道 我乃北海水族 龙王麾下 此番前来 只为私仇 十多年前 我小婿白面死于此地 想必你们肯定知晓 只要你们交出杀害我小婿凶手 我马上就走 定不会有过多打扰 说到这里 白肩看向前方高空中妖 大声喝道 那贼子 敢做不当吗 白肩这一番话滚滚如浪潮 迅速朝着四面八方迅速传播开 大荒山一方 高空中 听到那水妖喊话 一众站在妖族胡跃身后的众妖立刻响起了嘶语声 北海妖族 龙王麾下 他们居然是来自北海龙宫的水族 这该如何是好 北海龙宫又如何 他水中妖怪 还敢来我们路上妖怪麻烦 我们可不拒他 那龙王也管不到我们头上来 十多年前 小婿白面 那水族说的曾经的三大王白面吗 他居然有位在北海龙宫任职的岳掌 杀害白面大王的 不就是那太平山主 太平山大王吗 那水族找的是他们太平山 与我们大荒山有什么关系 嘿嘿 既然是找太平山大王 与你们大荒山没关系 那就更与我火光洞没关系了 对了 那位太平山大王呢 怎么不见他 老祖都出现了 对面那位 定然也是老祖级别的 那位太平山主呢 对方来报仇了 不敢出来了吗 哼 瞎叫唤什么 我们家大王有事耽搁 回仙门去了 我家大王若在 哪荣德那水族在此叫唤 各位 我家大王不过暂时离开而已 若谁再敢出言不逊 我现在未必能奈何得了你 但也一定会禀告我家大王 等到我大王回山 哼 看到时谁能护得住你 话音落下 一众妖帅将军们立刻想到就在十多年前 那位太平山主连杀大荒山三位妖王 连前方的狐妖老祖也没能奈何得了的滔天威势 这一刻 不管是老对手大荒山一方 还是火光洞一方的妖帅将军们面色一变 纷纷都没了声音 呵呵 太平山的妖怪 果然好大的口气 他们怕你 我阴雅可不怕 那北海水族可是冲你太平山而来 是你们大王杀了对方女婿 我们可都是在帮你太平山 你居然还敢口出狂言 如此无礼 哼 什么是恩 什么是仇 我们太平山自会清楚 你不用拿此事来说是 我们大王离山前早有吩咐 让我们听从老祖吩咐 你可以走的 没谁会怪你 站在白云霄身旁 一味肤色有黑 样貌桀青年开口毫不客气还击道 被这样一说 之前说话的那位婴牙将军立刻没话了 冷哼一声 不敢再吭声 身后一众妖帅将军们的发言斗嘴 自是被站在妖祖胡跃身后三位妖王听了清楚分明 哼 一味身着黑金长袍 身形修长 面容冷俊 深目之中不时有银色寒芒闪烁而过得中年男子转头撇了刚刚说话的太平山一百亿黑俩青年狼妖一眼 随即冷哼一声 道 道士牙间嘴利 说着黑金长袍中年男子看向一旁火光洞俩妖王道 听闻两位与那位太平山主打过交道 不知道如何看待那位山主 听到鹰牙银幕妖王问起这事 一身白袍的火光洞大妖王钢牙沉没了下 随即开口道 很强 我 听到对方钢牙如此评价 银幕笑了笑 这老兔子怕不是被对方吓破了胆罢 再问道 有多强 钢牙大致能猜到对方为何发笑 也不在意 继续道 圆章比之大王如何 银幕这次沉默了 认真思考后道 圆章虽强 但我有自信胜过他 钢牙也不在意 早已经死去的圆章与这鹰妖银幕到底谁更强 只是道 那圆章与其二弟金眼联手 也未能在那位山主手下走过半个时辰 话音落下 鹰牙之主 银幕妖王立刻沉没了 钢牙看着眼中 心中顿觉爽快 这鹰妖银幕实力强劲 又仗着与北方施陀国的关系 一向不把周围其他几位邻居放在眼里 他倒是想看到对方与那白浪打起来 但有施陀国重臣的老祖在 他估计银幕与那白浪是打不起来的 有点可惜了 钢牙继续看向远处天空那一群海族 他肯定是不愿意为那太平山主 为那白狼挡枪战斗的 但是老祖有令 他不过是听从老祖之命而已 最前方 狐妖妖祖狐月将身后所有声音都听在耳中 他当然是不愿意为那白浪出头 但是没办法 那白浪给的太多了 他倒不是没想过拿东西不办事 但是想到那白浪的实力 潜力 还有其背后 越了解 就越觉得恐怖的低调棕门 对比之后 狐月心中清楚 为那点东西 把那小子得罪死太不划算 看着前方高空那一大群海族 看着那尾首的那位身穿金甲的棒腰 狐月心中这时总算明白 为何当初他提的那过分要求对方都直接满足 原来坑在这里 那小子应该是提前知道有这一次了 不过他倒是没有怀疑对方为了躲避眼前海族才离开太平山 毕竟以那小子的性格 实力 眼前刚入神仙境不久的棒腰 未必能奈何得了他 只能自己认倒霉了 脑中迅速想明白种种 妖祖狐月望着对方海族回话道 白面之死 我很清楚 但那不过是我们山上妖怪的恩怨矛盾 死了是实力不济 怪不得其他 不过我们山上之事 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们海族来指手画脚 此话一传开 煞时间 群妖激愤 下方山林中立刻喧哗一片 爆发出漫山怒吼 海族妖怪与陆上妖怪因为属性原因 向来不对付 这些海族大摇大摆进来 还大吵着来报仇 如此嚣张 怎能不让一众山林妖怪们心中愤慨 这时听到了自己一方老祖的鼓动 立刻无比愤怒 同仇敌愕起来 实相的 自己滚出大荒山 滚出蛮荒 妖祖狐月望向那群海妖冷声道 否则 就都别走了 正好让小的门尝尝海里妖怪的味道 有什么不一样 话音落下 周身气息瞬间大涨 庞然无比妖气直冲天穷 迅速笼罩整片天空 大荒山一方 听到老祖开口 激励 不管上方高空群妖 还是下方山林中妖 气势气息瞬间暴涨 一个个都手持兵器 杀气腾腾地望向对面海族 嗷嗷直叫 只等老祖一声令下 他们就要将前方那群胆敢入侵大荒山的海族碎尸万段 都督 怎么办 望着对面高空 气势陡然暴涨 叙事待发的一众陆地妖怪 一旁 立刻有大将问向棒腰白肩 面对远处对面那嚣张狐妖 白肩一时陷入了两难 以那狐妖气息来看 对方修为最少都是神仙境中妻 乃至以上修为 而他踏入初期才不过短短十年 再看人仙境妖怪 对面有三位妖王 比自己一方倒是少了两位 这是最大的优势 至于在下面金丹镜的影响不了战局 无关紧要 只要自己能拖住那狐妖 自己一方就有胜利的希望 但是 如果自己拖不住呢 何况 为了自己那不争气的女儿 早已经死了 尸骨无存的所谓女婿 与眼前众妖打这一战值得吗 白肩在沉默 对面大荒山一众妖怪气势却是越发高涨 这时 一旁的龟妖军师看出了大都督的犹豫 再次靠近开口道 都督 只是他刚开口 白肩突然抬手制止了他 随即开口说道 是我草率了 我们不能在这里与他们一战 一旁 听到自己父亲要退 美姬马上叫了起来 爹 闭嘴 白肩猛地瞪了身旁女儿一眼 随即道 现在 听我命令 各将军回归各队 带上你们小的 跟随一起 有序后退 话音落下 数十位妖帅将军及别海族大妖迅速飞向正下方山林 前方远处 妖祖狐月看着对面北海海族的动作 却是笑了 对方现在想走 他还就不想让了 来大荒山也有一段时间了 他还从未打过架 上次被那白浪那小子有点硬 不好动 但这送上门的海族 他确实不想就这么放过了 至于其背后的北海龙宫 哼 等他们什么时候打进大荒山来再说吧 今天这一群海族 他吃定了 于是伸了个懒腰 随即冷声道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哪有这般容易 孩儿们 冲上去 杀光他们 妖祖狐月冷声大喝出声 话音未落 整个身形如流光斑朝着前方击射而去 老祖这一出手 身后 火光洞俩妖王立刻直飞向前方 老祖这是自己想吃海鲜了 阴牙银木王看在眼中 不由嘀咕了一声 随即手中立刻出现了一柄燃烧着黑烟的长剑 朝着前方飞去 眼见老祖大王都出击 一众妖帅将军们立刻一个个朝着前方飞去 老祖亲自出手 大王 将军倾巢而出 下方山林无数小妖们终于等到开战这一刻 立刻嗷嗷大吼大叫 挥舞着兵器朝着前方冲去 杀啊 冲啊 沙光海族砸碎 沙 漫山遍野黑色洪流涌向前方海族大军 大战迅速白热化 整个大荒山沸反迎天 无尽苍穹 36重大罗天 巍峨高大 威严无比的南天门前 一席明皇大法袍镇原子邪三弟子出现在南天门不远处之时 南天门之内 立刻出现了四位 身显白色 青色 红色 绿色等四色 身着甲皱 分别手持琵琶 宝剑 赤龙锁 宝伞等兵器 身材高大 威武天神走出南天门 迎向镇原子师徒行礼道 恭迎大仙 镇原子微笑点了点头 开口道 你们四位 今日为何都聚于南天门一处 肤色成白 手持琵琶的东方池国天王恭敬道 禀大仙 今日是王母娘娘诞辰之日 故聚集于此 以迎众位仙家 镇原子点头 随即带着清风明月 陆无飞三弟子就走进了南天门 在一对身材高大 金色盔甲天兵的引路下 朝着天宫内走去 才入南天门 就顿觉眼界开阔 只见 礼壁香有几根大柱 柱上缠绕着金陵耀日赤虚龙 又有几座长桥 桥上盘旋着才与凌空单顶凤 明霞黄晃映天光 碧雾蒙蒙遮豆口 金光万道滚红泥 锐气千条喷紫雾 称天巨著 金龙环绕 亭台楼宇 花园阁楼 望着眼前种种 来此是五六十载 加之前是二十多载 两世相加 路无飞也只觉 若论大气 富丽堂皇 金碧辉皇 奢美华贵 此地毫无争议 当为第一 我的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